3月1号开始 明天开始呢 台湾的凤梨暂时不能够进入到大陆了 对于凤梨农来讲 真的是一大打击 现在是收成期 好 即便呢 政府呢 寄出了一些价格跟大量的钱 要来抢市 但是呢 农民还是非常担心 价格会因此崩盘 现在他们都在想了 那么我在田里面的这些凤梨 我到底是要采还是不采呢 干脆不采比较好吧 因为采的话呢 我还要再出一笔人力费不是吗 那么现在呢 也要告诉大家了 好 那大陆的方向 转不去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应该转个弯 跑到别的国家去呢 好 屏东新党赵木安说了 那我们不如烧到日本好了 300万吨 可以提高到600万吨 但对农民来讲呢 我烧到大陆是以百万吨 万吨来计算的 那你现在呢 只是以百吨来计算 真的是九牛一毛啊 可能救不了我们太多 但我们一些大人物们 大人物们又怎么来帮助 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呢 好 民进党第一时间呢 是不是SOP都已经 做好了 当这个大陆说呢 开始要进大台湾的 凤梨的时候呢 民进党的很多大人物们 第一件事干嘛 赶快PO出了他们的梗图 你看到蔡英文 这张梗图 昨天已经告诉过你了 她呼吁 全台湾的民众呢 大家一起来买凤梨 来挺农民 我们的副总统呢 赖清德也是一样 吃凤梨挺农民 桃图 大陆元市长 郑文灿呢 一样也是吃凤梨 来挺台湾 那么呢 吴思瑶写下 中国好大 台湾不怕 很多人网友呢 第一时间呢 看到这样的海报 跟这样的梗图之后呢 第一个 想说不意外啦 好像民进党呢 遇到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样 第二个 很多民众反应就是 那你除了叫台湾人民吃之外 请问你还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解决呢 第三个 好像就是没招了吧 除了叫台湾人民吃之外 那你们呢 你都选中国好大 台湾不怕 请问你们都已经执政几年了 请教大陆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你也不是不知道 你一直不断地说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呢 要分散来开来 但显然 你民进党表面上呢 还是拼命地在反中 在骂中国 但是你实际上的贸易呢 你还是在靠中国大陆嘛 那如果你这么讨厌它的话 而且如果你也知道 这样的情况之后 在你上来执政的同时 你是不是早就应该分散风险 已经是布局不好了 但显然现在也没有 好 面对现在这个凤梨事件呢 民进党立委呢 也跳出来说了 鸡蛋呢 不应该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去的 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 还是 是正确的没错 但是事实上的真相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到农委会统计 过去这三年呢 台湾的农场外销市场 以凤梨来讲好了 九成都是卖给大陆 其实不单单只是凤梨哦 包含像是槟榔 莲物 葡萄柚 这个柳橙等等 这些水果呢 将近九成 也通通是销往到大陆去的 可见台湾对于大陆的依存度 还是相当高 但是蔡英文总统执政以来呢 大陆 我们把水果呢 外销给大陆的市场呢 是非常重的情况之下 这样的结构并没有因为蔡英文总统上来 任何结构有所改变 一整片凤梨田 全是农民心血 台湾凤梨出了名香甜多汁 外销也很受欢迎 不过现在对岸下了一道禁凤令 拒绝台湾凤梨登陆 民进党立委急着跳出来说话 而且都是这个痛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帮助农民积极拓展 好外市场 包括星马日韩及欧美等高端市场 帮助农民把我们的优良农产品 销到全世界 而不要把鸡蛋放在中国一个篮子里面 相信我们一定要破除过去 马英九政府把所有的篮子 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的一个状态 我们现在要把所有的鸡蛋 各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 这样才能不受到威胁 民进党立委都说 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可是总统蔡英文执政五年来 台湾农场外销还是移众大陆市场 这样的结构其实并没有改变 我们要分散市场到新南向 五年多了也没办法 这个短期间没那么简单 它市场的结构有一定的僵固性 不是说你转就可以转 大陆毕竟离我们最近 航运成本也低 等等的成本考量跟后面 大家还是喜欢赚大陆的钱 比较容易 最直接也最打脸民进党的证据 是农委会26号自己发出的新闻稿 上面写着台湾凤梨平均年产量 约42万公顿 近年外销量增加还突破历史新高 去年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外销量仍达45621公顿 关键来了其中出口至大陆占百分之97 剩下的百分之三输出到日本和香港 向往大陆的台湾凤梨比例之高 而且除了凤梨外近三年 还有槟榔 莲雾 凤梨世家 葡萄柚跟柳橙 凸显民进党嘴巴高喊分散市场 却仍然一边骂大陆一边赚大陆 蔡总统当家都五年了 分散市场光说不练 我很担心这个凤梨只是第一枪而已 它可能其他水果完毕 还有其他产品 早收清单台湾过去大陆的500多项 大陆来台湾的200多项 所以基本上早收清单 大陆是有让利的 占我们的总贸易额大概89%左右 所以不能讲不大 那蔡政府一直讲说要分散市场 已经五年多了 它分散不了 你既然分散不了 你会想办法改善两岸的关系 而不是像现在一切政治考量 一直借着仇宗恨宗反宗 来得到它的政治利益 会牺牲掉人民的利益 我们对于中国大陆经济上的依赖 其实是比过去马英九政府时代 还更加的加强 也因此这一次的这个凤梨 被禁止进口的事件 确实又再戳破了一次国王的心意 也再戳破了一次民进党 过去所告诉我们的谎言 说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要分散风险 但是过去的五年内 我们并没有看到有效的分散风险 我们当然要谴责中国大陆 不应该这样子贸然的 把台湾的农产品给拒绝于千里之外 但我们更希望现在执政党 好好的去思考 为什么你们总是说的跟做的都不一致 而这一点的后果 让台湾人农民人民来承担 这样难道是负责任的政府吗 台湾农场外销 现在有六样水果 对大陆依存度高达九成 凤梨市第一枪 会不会有水果骨牌效应 农民都很担心 更怕分散市场降低风险 蔡政府说的比唱的好听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现在呢 似乎是不得不要来分散风险了 那么现在农委会的做法呢 就是先把三万顿的凤梨 看看能不能销到其他的国家去 像是日本啦 新加坡 澳洲等等的国家 但以日本来讲呢 我觉得可能量也不大啦 因为向来日本呢 他们要求的是品质 对于量的追求没有这么大 你说一下子呢 要增加量过去的话呢 不晓得对方愿不愿意接受 好 这是对外的部分 那么对内的部分呢 赶快要请求所有的超商啦 卖场啦 以及餐厅等等呢 看能不能再把我们的凤梨 给消掉之外呢 另外能不能多一些 所谓的加工制品 像是做罐头也好 或是作为果干也好 通通都可以 但重点也是来了 国内的销售量呢 量能就是这么多而已 即便加工了很多的产品啦 或是请这些超商啦 来促销呢 能量还是有限的 那么进一步 我们就走访了一下 卖场来看看 消费者对于所谓的 加工制品有兴趣吗 那么消费者说啊 对于所谓的罐头产品 其实他们兴趣并不是很高 那么我们把希望 放在海外好了 转单到国外去 但因为各国规范 虽然不一样 但是对于检疫防虫的要求 是越来越高 因此想要大批的 往其他国家来输出 这方面其实也不太容易 廉价第一天 民众赶紧来到超市 支持台湾凤梨 连锁超市 一年销售大约四千顿的凤梨 营业额将近两亿 今年预估还可以再增加两成 致命连此量饭店也预计 将在下周退出凤梨的相关 促销优惠 希望可以帮助农民 农委会提出因应措施 三万公顿的凤梨 外销大陆以外的十六国 另外两公顿国内行销到超市 量饭店餐厅等 并配合多元加工 但是团购会有个问题就是 运送的那个新鲜度 因为那种东西我很少在吃 对 我都吃天然的比较多 上面买的话怕会撞到什么的 所以可能就不会特别去挑这个 农委会既望以转单外销 去化盛产的凤梨 但是各国为了避免虫害 检疫规格越来越严谨 我国和澳洲谈了五年才达成嫌疑 以我国和澳洲的销售条件来看 要先去灌牙薰针两小时 薰针检疫处理设施 更要经过防检局认可 但往大陆的检疫规格就没那么严格 输出检疫措施是依据输入国的规定来办理 输入国也要考虑 这些措施是对贸易影响最小的适当措施 根据了解台湾农民出口鲜果到大陆 有些抢时间出口到当地 没有妥善包装 为了减少成本 也没有采取薰针等措施 一旦减出虫害 业者认赔就地销毁 这是数量 圆敏农委会出境前 抽检查到的来得多 业者也表示 农产运销的虫害 可以从去罐 加强水洗货薰针等方式清洁处理 如果不从根本的评管问题解决 身高成政治问题 倒霉的还是辛苦耕种的农民 记者张志前草专人台北前面报道